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1月下旬在长沙的望城区华天大酒店进行的 现在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决赛的加赛的第一局 也就是说郑维彤特技大师在与赵新新特技大师 两个人在正赛当中 就是个人赛决赛的第三盘队局 或者说他们两个在前两局的慢筋打平之后 进行了加赛会计的角逐 这个是等于第一会期 因为会期是两盘棋 必须要在两盘棋当中 以总比分领先对手才可以获胜 郑维彤又是抽到了先走 他继续采用当头报 那么这次郑维彤应该说布局上准备的 还是比较周详的 对 从这个比赛的总体来看 郑维彤他每盘棋都是有很精心的一个准备 开局 那么郑维彤在64强的比赛当中 他每次过完斩将几乎都没有下到快起 对 他都是以慢棋一胜一合的战绩淘汰对手 这个也非常惊人 这个胜率非常高 对 你像赵熙熙呢 还有这个其他的卸镜什么的 都经常这个加赛快起下好几盘 对 才这个战胜对手 因此他体力上的应该说 得到了比较好的这个修养 那么上一轮呢 等于是红方采用的近三兵 也是取得了这个优势 应该说 大家如果看了我们上一期的节目 就知道郑维彤呢 也是在优势的情况下呢 最终呢临门一脚呢 未能突破黑方的这个防御 也非常可惜 那么掉过头来呢 等于郑维彤呢 还是继续采用 这个当头炮 但是下面呢 他采用了近七兵 对 七兵过河区 非常传统的 这种攻防 黑方呢 赵熙熙还是采用了 他非常喜爱的左马盘河 他最近一段呢 在这个大赛当中呢 用左马盘河比较多 因为赵熙熙这个棋风呢 也是比较凶悍 对 他也是长于这个计算 能攻善守 特别是在这个 双方这个白人战的时候呢 就是显得呢 比较突出 计算呢 非常的精准 接下来 红方走马八进七 黑方走拘击 拘击呢 也是最近呢 两三年呢 比较流行的 对 以往好像感觉 这个向三进五的走法 更多一些 这个狙击一呢 就等于是 强行呢 这个支援 这个河头马 对 不管自己的这个中路的 这个 单不单薄了 然后就是准备 以河头马 为这个基础呢 来制造这种反攻的 或者说对攻的这个机会 对 因为传统的走法呢 是向三进五 主要是遭到了红方 这个炮蛙瓶酒 也就是说五酒炮的这个功法 黑方觉得呢 还是显得有些被动 动作有些慢 对 那现在呢 面对黑方狙击的这种 强要力的反击呢 红方采用了一种 比较稳健的这个功法 对 红方居二平四 他先平居住马 除此以外呢 就是最凶的 就是走兵母机 这个 但是郑维彤呢 他有他的这个想法 他就是想 先稳住 先控制住 这个局面 不让他自己呢 不好控 然后呢 在这里面呢 再寻找这些战机 对 那说郑维彤呢 自从这个去年呢 获得这个全国个人赛冠军以来 也就是说前年 2014年 对 应该说信心呢 还是在其一方面呢 都是有了非常明显的这个进步 对 后来呢 又是取得了这个市井赛的冠军 就是等于是 非常顺利的呢 获得了这个最高荣誉的这个头衔 当然这个小郑呢 也是非常努力的 这个为人呢 也是比较低调 温文尔雅 也是在夜间呢 口碑还是不错的 那么接下来黑方走 居八级 这个棋 如果你马基进武 直接换掉的话呢 红方向基进武 那可能马的部署 是太多了 对 就是说黑方呢 是可以求稳 但是呢 容易落些后手 因为毕竟这个马 跳了五六步 你来换一个炮 在部署上吃亏 在整体的进攻速度呢 就必然要延缓了 这儿呢 黑方一般是保留这个马 看机会的情况下 再去换它 当然说你有的时候 你不换就换不到了 对 但是现在换的也是明显吃亏 所以黑方走居八级 居八级呢 主要是想将来便利的时候呢 走 可以平居这个对 对霸王居嘛 对对居了可以 红方这个居出来还是太慢了 当然他想出现在 居酒精也能出 对 现在的问题呢 就是说红方出居呢 黑方也不怕 黑方仍然先可以 对你一个居再说 对 所以说红方呢 他没有选择出居 他是选择了炮平四 他就是不给黑方来对居这个机会 对 而且他也有了这个马六进四的这么一个手段 对 有马六进四和马六退四 他根据这个不同的需要吧 对 来这个选 那对于这种走法呢 赵希希腾应该说也比较熟悉 他呢就是 他拨八平七 他不理 就这个棋应该是比赛有很 已经下过很多盘了 嗯 这种 这个局面下 对 赵希希应该说也非常熟悉 啊 对 他呢 而且这个战绩也非常不错 但是走到这儿的时候呢 一般的攻防 红方最主要是炮八平七 最多 然后先平炮 是吧 平炮量居啊 对啊 嗯 炮八平七呢 黑方可以走居平四 来对抢先手 好 居平四 对 然后红方如 如果走马六进四的话呢 他可以就是 十四进五补一手 对 补一手是 就是这样的话 如果你蹬呢 他打出来 他是一个先手 对 还得补一手像 对 嗯 你向再补呢 他可以居四进五 或者先炮击四 这也行吧 嗯 进居或者进炮 这样子 这个居出来也会被封啊 对 就是说你冰淇淋 他就不管你了 他再居四进五 来强行 来打你中逐 反正总之呢 就是这路变化呢 红方有点不太肯 嗯 可能感觉 当然说红方呢 这个也是一种稳健的做法 就是蹬掉以后不像 你 你当然可能还是先居四进五 先居四进五好 他就多了居四平三的手段 然后他再师子进五 我看那个王天一和这个赵新银下过预判 对 他就是这么走的 本局当中呢 是快起啊 所以说是快起当中呢 谁要是有这种啊 比较出人意料的这种招法的话呢 往往能够 起到立根见影的这个效果 嗯 郑卫同呢 确实呢 这个对布局研究非常啊 到家 他经常在这个很熟悉的局面当中呢 寻找出这些呢 不是很 走得很多的 但是又效率非常高的 这个走法 对 所以他就走了居四平三 这个讲这番提前 我查了一下 好像全国高手当中还真没有出现 哦 还是这个新招啊 看来是 对 嗯 所以以往都走泡花瓶七 那在临场当中他走的局次平三 那这个尤其是快起 这个黑方压力肯定很大 对 这个快起呢 所谓快起呢 就是石加石 对 就是双方呢 每个人有十分钟的这个自由用石 嗯 每走一步棋呢 给你加十秒 就是当你这个时间如果耗尽了 那也就意味着这个棋呢 就叛覆了 所以呢 因此呢 这个时间比较紧张 呃 在这个两盘棋的这个啊 快起 加赛当中呢 谁能够胜出啊 那么这个布局是很重要的 对 去此平三以后呢 那赵西兴面对这个新招呢 他显然呢 就准备不足 因为这个临场啊 这个变化太多了 对 不好 好选择 走法很多 对 比如说啊 黑方呢 我们第一杆摆一个 摆中炮 我认为也是可以 哦 因为我下不棋呢 我有对拘啊 拘一平七来对拘啊 现在这个 我还有打准中足啊 这个中兵是怎么防守呢 那他可能会炮四平七 哦 先平过来 或者他还有一个凶的 就杀体像 哦 可能不要了 对 他如果炮四平七呢 黑方可以拘一平四 拘一平四 你马六进七呢 他在拘八进四 来这个对桌 或拘四进五 因为他将来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先销后取 对 黑方还 黑方就是得有这种弃子的手段 对 这个棋呢 也是非常复杂 但相对来讲呢 这个红方呢 这个红方呢 也能够持一点先手吧 对 另外红方还有一个凶的 他就把你底相干掉 直接吃相 这也行 那这样子炮打中兵呢 是什么变化 打中兵他又杀回来了 这个棋黑方可以考虑走炮五平七 再把它扣上 再扣上 对 这个棋呢 就是说整体上来看呢 就是也比较复杂 红方吃了个相 但是这个拘位比较差 黑方这个 但是这个棋 就是像张老师 这个黑方 这个红方正为同 他肯定是有准备 对 这样子他上来七个相 肯定有一定的 另外黑方这个时候呢 也可以走拘一平七 先平过来 对 以后就 以后再走炮七平 对 这我保证炮先不丢 但是红方可能会 这个时候再炮完平七 平炮 那这个不像的话 是不是就慢 慢一排 不像那顺势出局 对 然后他再聚击平四 再来抓 让你这个炮多走 把这个炮先定位了 我将来二楼炮的空间 会大一点 对 但总之就是说 这个棋呢 黑方有多种走法 还是很复杂 反正这个招一出来呢 我想值得呢 大家去这个 这个探讨 对 去四平三 对 就这时候黑方呢 到底是走什么最好 对 实战当中呢 黑方选择了 居一平四 然后红方呢 就马拉近七 顺便把对方三路族吃掉 对 那么刚才呢 我们两个交流 这个棋义的时候 他才说 这个棋义黑方 居四进五 没有什么明显的作用 还不如居四进三的 确实是 黑方 不如居四进三 先把这个族的保住就算了 不过 我想这个赵新兴的棋义风格 还是偏于这种攻杀的 他不太肯 这种 居四进三 感觉太稳健了 但是这个棋呢 就是说 你冲的比较急呢 你后防不稳 因为这个棋 表面是有一个吃不住命 但是红方一补呢 你又不敢去吃了 对 现在目前还 你吃的话 他这炮 然后有炮司机武 他有闪击 得子的手段 那么走到这儿呢 这个赵新兴明显是 这个 感觉是中了对方的埋伏了 他就说的 一向是看不到好棋了 所以这个棋呢 就出现了这个严重的问题 这个棋 当然说走到这儿呢 这局面也是稍微有点亏损了 对 可能要是及时调整心态 走马七对八 可能还是比较顽强一点 如果你马三进四 我可以杀你中兵 对 或者这个棋呢 主要这个棋 就是变化太多了 就反而不知道 该如何选择了 可能 对 那赵新兴呢 还是一心一想着去进攻 对 他走了G8级 这条棋呢 就是动作呢 有点慢 你跟不上这个局面的发展 然后他再推炮 对 他想炮而平息去反击 那么红方肯定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对 他从G8级一开始 就是有这种想法 对 这儿我们看到黑方这个阵型啊 就是比较须弱 这个这条线 你你进攻 肯定是没有办法 对 而且有负担 对 红方随时有这个 知足 对 其实这个棋黑方就是 应该向其中补一手 就是在无奈的情况下呢 我就先忍耐一下 然后在徐途 展开此立网 也确实没有办法 是啊 就是还是 就是更冷静一些 非边向 也目前来看 也只好如此 那实战这个 马七推六 主要还是 就是太勉强了 造反 或者这个棋呢 就是黑方走 炮而平三打一下 这也 这也是个办法 打一下他还是过冰 过冰 然后他再举 四平二捉一下 他只能泡八平六 然后再怎么 马七退六 我认为他退马 他也这么退 这个有脚啊 对 能不能跳上去 对 这儿这个子力还比较多 还比较 比实战要顽强一些 繁琐啊 就是说这个棋黑 红方不是那么简单 就能够取得明显的 这种优势 对 但他实战当中呢 他走马七退六啊 对 这个棋呢 就等于是 有点示弱了 是啊 红方还是就是 轻松的战 对 获得了优势 他聚三退一 对 其实 其实红方马三进四 也非常厉害啊 这棋红方上马更厉害 你退居的话 我就冰七进一 对 过冰 对 这个棋黑方呢 不知道去怎么走 以后马四进六 给炮发频率 这个居位还很危险 是的 这个棋应该说 这个红方的优势呢 可能是更好 更大 主要可能是 对 黑方这个推炮 被人家炮四进六 这么一点 对 这个计划落空了 实战当中呢 红方就居三退一了 这个棋黑方 无论如何 也应该走 马登中鸣 但是他实战走了 马六退五 这个形势就极准直下了 那好 稍后呢 后半节呢 我们再把这个精彩的对局呢 带给大家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看 2015年天龙立行碑 全国象棋各人锦标赛 最终 两个人怪军决赛的精彩对局 对局的双方呢 是郑维同 对阵赵欣欣 走到这儿呢 黑方走的是马六退五 这个棋肯定是 溃不成军了 怎么应该马六进五 如果你聚三退二呢 他可以走炮尔平五 就是说暂时他死呢 这个丢不了 那他实战当中 他马六退五了 那么红方这个骑兵呢 就退进了 等于黑方呢 这个想反击呢 也没有取得这种反击的格局 想防守呢 现在又很难去守了 是啊 红方这个子力各自的位置 都比较好 那黑方呢 荒乱当中呢 又是出现了这个错误 他走了一个拘 四平散 那么走到这儿呢 大家呢 如果要是对战术意识 敏锐的话呢 您可能就会对这个棋局呢 产生了一些感觉 也就是说 红方现在呢 通过一个非常精妙的手段呢 可以一举呢 扩大这个优势 当然并不是得此 对 就是说红方可以通过 一个巧妙的这个战术呢 拓展自己的这个优势 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 红方就采用非常简洁的这个手段 第一个是 步骤是马其境 我先把这个马换掉 对 那么黑方只能去飞 对 然后红方利用这个炮 撕退一 一打 对 这个赵欣欣呢 可能是临场真是时间紧 没有看到这招棋 嗯 是 因为这个棋 他不能走炮七近五了 你走他炮四平七一打马 这个打双局 对 别打二怪 这个炮像一个长鞭子似的 你这两个局 必丢棋 所以这个赵欣欣呢 临场当中呢 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呢 还是走得非常顽强 他就是 力保自己的大子呢 不丢 他走向我近七 也是唯一的这个走法 好 但是大子虽然不丢呢 但是整个阵型呢 就涣散了 对 红方也是通过 简单到这个患子 一打 对 他只能打局 红方向五近三 现在红方多了一个 黑方只能聚三近一 来追回 那红方利用这个 再次调整阵型 嗯 他屏 鞭炮 鞭炮 又是一个好奇 因为当你吃马的时候呢 他会回向也可以 他实战走飞向 这个都可以 总之呢 我是飞向也好 退向也好 都是先手 然后 迅速把鞠晾出来 这儿等于红方呢 净多出一个这个过河兵 对 并且形成这个 鞠双炮的这个强大攻势 应该说这个旗走到这呢 呃 这个专业骑手一看 都明白了 这个旗基本上红方就是 盛世的这个局面 对 因为黑方这个 鞠马炮子力都分散了 对 黑方 很无奈 只能先把炮躲开 对 炮怎么办 张维彤呢 在时间很紧张的情况下呢 他也走得非常的这个 对 就是双方就是 严谨 而且呢 是每招期都走得很凶 对 那么本次比赛呢 也是得到了这个 湖南天龙制药的 这个大力的冠 冠名赞助 这个比赛期间呢 也是为这个广大的棋手们 提供了非常好的这个赛场 啊 食宿 还有接待 方方面面的这个安排 也非常的周到 那么这次这个总体来讲的 这个广大棋手呢 和这个代表队呢 也感觉的有一种这个 呃 宾至如归的那种感觉 对 那么也希望我们的个人赛 将来那个能够越办越好 能给 大家呢 都向这种 呃 天龙立行 啊 这种情况的 呃 条件下呢 给大家创造更好的 这个比赛的环境和条件 然后黑方只能走 马三退五 然后虎方炮九进四 这期黑方呢 确实是 啊 无可奈何了 因为这个狙啊 还 拔不回来 对 没有办法防守 这个马炮呢 这个位置也不对了 他 所以说黑方呢 就是这个马也没有地儿跳 马五进四跳半来 打着 这个炮截的江也太厉害了 没办法 打中兵 嗯 所以他 是 张文彤这个地方他走得非常好 他就是 走得很简洁 嗯 就是不给你对方呢 任何呢 喘息的机会 你现在不能视自禁我 视自禁我 他炮了平气一走 就典型的二手家具炮 对 三子归边 对 你出将他 点一将 打马也行 抛弃腿也行 基本就是绝杀了 对 这个我想大家都一目了然 那黑方只能走上将 如果不丢子的话 能够上将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 红方走 鞠 八平三 这个棋 就是红方 就是说也 也不逃跑啊 就是也让黑方这个换子 对 就是还是挺简单的 这种走法 后来呢 他吃马也是基本上盛势 吃马这个黑炮可能 他的炮呢 就是说比马会灵活一点 对 好 他呢 居点江 他让你留这个比较笨的马 对 你这个马呢 肯定是不如炮灵活 因为你这个鸡不能上将 如果你上将 如果你上将 他吃了你这个马 你这个马还是没有路 还是很威胁 你马八进六 他居二的块又捉 你这个马就基本就 对 这还有推炮打马的鸡 对 你就是很难受 我就捉你就行 就带着鞋捉你 你真的 马六腿我一点江 你要马六腿鸡 我点江再捉就捉死了 对 所以他很明显 他不能上将 所以都是黑方 只有这一路下马 只能回马 然后鸡方呢 就很简洁把这个炮 吃掉 对 这个黑方这个马也很危险 以后要丢的感觉 对 黑方这么单纯的宝呢 他也来不及 对 他也只好先去尽可能杀兵 把鸡方这个物质力量呢 这个尽量的消灭一些 这些要是细一点的话 也还有可能兵就急 再滚一滚 先滚一个 我保留两个兵 万一我要杀不下来呢 但是张维彤呢 也确实呢 他走得很 对 他直接就 简洁明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就留一个兵就够了 然后我用这个炮呢 绕我了以后 把你这个马呢 就给你消灭掉 我上狙炮兵 我就够用了 对 或者说我上狙炮 你由于残了石像 你也很难守核了 所以他这个 还是挺老练的 对 然后呢 赵星星也没办法了 这个马也守不住了 下降 他就吃 你推向关他 他打那个市也够了 关不住 对 他巨骨瓶酒 吃冰 赶紧先消灭 这个物质力量 对 所以说这个企业 主要是这个 开局啊 这个赵星星太被动了 对 还是这个 郑维彤的这个新招 就是收到了 很好的一个效果 对 郑维彤呢 他也走得很简洁 他就把那个兵都弃了 他就把你这一个马拉死 好 因为他 因为你居于平六 你也不能这么保 保我就退居 抽居了 对 居还有危险 他坐下没办法 只能捉一下这个兵 对 那红方就期于兵 就是长区直入 对 下兵 应该说呢 这个这次比赛呢 这个赛制呢 还是较为新颖的 对 就是他们两个人在 两盘这个都是慢棋 没有分出胜负的情况下呢 就是进入了这个 第三局和第四局的 这个加赛的 加赛快棋 那么这盘棋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呢 是这个第三局 也就是说的 第一快棋的这个局面 这盘棋很明显 这个红方呢 优势最终也是 郑维彤的取得了这个胜利 对 但是在第四盘的比赛当中呢 这个赵新兴呢 又很快呢 把这个棋呢 搬了回来 对 应该说那盘棋呢 这个 这个郑维彤可能 自己输得有点稀露糊涂 就是说这个比赛 刚才唐丹呢 这也说了 是 就是这种比赛啊 它对人呢 要求比较高 对 一个是你要 棋艺水平比较高 再有一个呢 连续作战 你这个体力 能不能跟上 也很重要 对 这个疲劳战 就两个人在比赛的时候 最多很有可能 要下七盘棋 对 下完七盘 对 而这个 他们两个人的决赛的时候呢 是下了六盘棋 对 而且就是其中呢 从慢棋的第二盘 一直到最终的加赛的超快起 有五盘棋 他们都是在一个上午的时间 对 就是说已经下了五六个小时 对 来最终那个决出胜负 这个体力上这个 对 这个很费神 所以说这个这次比赛呢 也就是2015年这个天龙力行杯的个人赛呢 有好几位这个全国冠军的特技大师呢 没有报警三赛 其中有赵国荣 当然这个岁数也比较大了 行政事务也比较多 刘大华 这都六十多岁老将 这很容易理解 包括喜云川 四十岁的老将 还有这个三十几岁的孙永征 对 有这么四五个人 都没有去报名三赛 他们也看到了 这个赛制是非常残酷的 对 而且也非常疲劳辛苦的 是 尤其这个男子比赛就是 从六十四想打呀 你想你六十四一轮打到三赛 两轮十六 三轮进八强 四轮进四强 五轮进四强 这等于是第六轮的比赛 对 而且每轮比赛的时候 你都很可能下七盘棋 都是两盘慢棋 对 两盘慢棋 两盘快棋 两盘超快棋 再加一盘这个合棋黑胜 所以说这个 现在对于棋手的体能要求 他居 对 他平居 他又抓了 他没屏 对 他下兵 他下兵 后来他居六轮 对 反正是一样 这个红光还是 就是比较稳健 这个兵也不丢 然后他又居 六平霸 对 这次应该说在这个湖南 这个论见的 这个各路高手 各显神通 对 那么最终呢 还是郑维彤呢 笑到了最后 是 就说的 刚才我们说了 除了这个季战术以外 这个体能也很重要 对 当然说有的棋手呢 输得也比较意外 那么这个最大的黑马呢 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说 就是来自辽宁的这个朱绍红 朱绍红呢 也是一位非常有潜力的这个选手 他在全国上线赛当中呢 也曾经夺得过 这个全国上线赛的这个 甲组的这个冠军 但这一次比赛呢 确实呢 也让很多这个棋友啊 史料不及 他在64强进32的时候 就战胜了蒋川 32进16的时候呢 就把王天一呢 斩于马下 这个也确实呢 非常惊人 所以说这个新的赛制呢 对于每一位选手 看来也是一种新的挑战 当然呢 郑绍红呢 看来还是比较这个适应的 嗯 然后来这个 在随后的这个 毕国炎的比赛当中呢 郑绍红就表现的 不是那么理想了 我觉得可能跟这个 个人赛的体能的巨大的消耗呢 他们二位都是闯入了决赛 对 但是后来这个体能消耗以后呢 决赛反而下的也不是很理想 对 紧接着的比赛这个体力消耗太大 这个棋呢 红方呢 也比较简单 他可以直接撞僵 就可以 那把兵吃掉呢 这个棋会说红方呢 他不用去吃马 他提一僵 把这个狱抽 狱三对一僵 对 这临场呢 可能 红方也没有看到 但是也关系不大 就这个是局部的一个 小的妙手 对 比较巧妙的 对 因为你直接吃狱 他是上将 你把他老将引离了 那这个郑维同的这个也下得比较实惠 就是说他用炮打 反正你也不能吃我 吃我冰七平六一僵 我变成这个单居必胜了 对 然后他冰七平六 对 平平 没有 他是先 平平 然后知识 然后聚三平二 然后他 15推六 15推六 然后他聚二推二 聚二推二 这不也很妙 这个棋 黑方就走到这儿 认负了 对 因为你吃炮 他杀一僵 再聚五平八 这个 也是一个绝杀 他可以吃狱 你落实他冰绿进行 把你这个狱透掉 对 你再出教 他冰绿平五再送你 所以这个棋 就作为一钢 就要丢了 就比较简单了 那么这排棋 最终是以郑维彤 获胜 这个暂时领先 那么最终 郑维彤是如何取得 这个胜利的 下一次的节目 我们将把 这个最终的决胜局 再带给大家 好 朋友们再见 好 再见